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王岐山和戴炳国 5月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会见了在美主持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胡锦涛旅席 特别代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炳国 王岐山首先转到了胡锦涛旅席